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魔力姐姐 那么今天跟着魔力姐姐我们玩什么玩具呢 就是我们的迪士尼的雪糕机玩具 我们今天要自己动手用这个雪糕机做美味的冰淇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雪糕机 那么这两个小关子呢 可以装糖果还有微化或者是饼干之类的 最后呢撒在做好的雪糕的上边 这个就是雪糕杯 一共有三个 还有附带的这个三个小勺子 这边还有一个大勺子啊 那么我们需要的冰块是要放在我们的这个圆筒中的啊 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个把手我们转动制作这个冰淇淋 然后有我们的雪糕铲啊 雪糕铲还有我们的这个雪糕机的这个盖子 最后我们还有什么啊 还有这个就是我们做雪糕的一个模型啊 那么呢这个呢我们可以自己把牛奶呀或者是一些饮料啊 放进去以后放在冰箱里冷冻就可以 这个是雪糕棍 哦一定很好玩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莫莉姐姐呢准备了这么多的冰块 然后还有我们的二分之一雪糕杯的温水 还有我们二四分之一啊这个一定是四分之一雪糕杯的食盐 加上我们一杯咖啡牛奶我现在就想直接喝掉 嗯那么不可以我们将这个放 将放冰块这个圆桶呢打开放入九分之一的这个冰块啊 所以这个冰块需要的量还是很多的 哇好凉爽好凉爽 这个呢不是要用来做冰淇淋的啊 这个是要为了做冰淇淋而准备的 哇九分之一的话真的是需要好多好多耶 哇我的手好凉 嗯然后呢我们看看啊再来一块吧 呦呦呦呦呦这个就可以了 有点多了 然后我们再加入我们的半杯的温水 加温水呢和放食盐都是为了加速这个冰块的一个容解 这个食盐的量呢需要的非常多啊 哇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盖子一定要盖盐以后呢 我们要晃一晃 一定要盖岩石啊 那么这个是为了加速冰溶解以后呢 让外面的雪糕 我们的牛奶更加快速的凝固 然后放到这个地方 盖上我们的这个盖子 我现在就要开始了 把我们的咖啡牛奶准备好的 一定要从这个孔中倒进去 边倒要边摇动 然后就会在这个桶的表面 结成厚厚的雪糕 哇你们看现在这个上面呢 已经结了厚厚厚厚的这个 我们的咖啡牛奶冰淇淋 那这些剩的我就先倒进去了吧 我们的这个还要在这个状态下 还要再摇三到五分钟 现在我们的牛奶已经在这个表面 结成了冰淇淋 拿下这个盖子 然后要放这个雪糕铲 雪糕铲以前要在这个 我们这个表面划出一道痕迹 这样方便雪糕铲的使用 哦 结了厚厚厚的一层冰淇淋 太好吃了 对于莫莉姐姐这样的吃货 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抵抗掉 那我们还要盖上这个盖子 我要开始咯 哇 这个雪糕铲明显就好小 莫莉姐姐做了雪糕好多好多呀 雪糕铲已经装不下了 那好不行了不行了 装不下我也要多铲下来呀 这个是我辛辛苦苦做的雪糕呢 呜 不行了不行了 已经不行了 我们要这样 把这个雪糕呢 放到这个雪糕杯里边 哇 我想先尝一尝好不好 因为我实在是等不了了 你们看你们看 嗯 其实 当然了 这个就是咖啡牛奶的味道 我觉得可以呢 嗯 可以加一些糖 会更好吃 嗯 好凉爽 好凉爽 嗯 嗯 不行 我一定要 继续把我的雪糕都产下来 莫莉姐姐呢 已经把这个上面的冰淇淋 都已经放到这个小杯子上了 哦 这个上面怎么还剩了一点点 呵呵呵 那么现在呢 我要在这个冰淇淋的上面呢 放上我们的小微画啊 这个小微画呢 我们挤的话 它就它就会呢 从这个下边 下去应该是啊 我要挤下 这个微画好硬啊 嗯 呵呵呵呵 我是应该转动吗 啊 我是应该转动的 哎 哇 你们看这个微画已经下来了 现在完全变成了巧克力咖啡 品淇淋 你们看看这个微画下边 天哪 一定要小心一些啊 那么在吃的时候就是混合了微画的味道 你们看这个下面是碎碎的微画 可以放一些奥利奥饼干也会非常好吃 巧雪糕呢就用牛奶味的做就更好了 好甜 哦 太好吃了 你们看 你们看 嗯 我发现 这个最近我做十碗的功力呢 越来越厉害了 你们看 你们看 嗯 简直太好吃了 这个雪糕呢 做起来特别容易 特别容易啊 嗯 现在这个雪糕鸡的表面 因为里边的冰呢 在我们的温水和食盐的作用下 溶解的特别快 特别快 所以呢 现在表面已经不是很凉了 如果再想做的话 一定要更新一批新的冰块 还有食盐 还有我们的温水 太好吃了 那我们 今天这个 我们的雪糕鸡制作冰淇淋 就特别的成功 特别的成功 那么呢 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新魔力玩具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新魔力玩具学校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